大家好 欢迎来到法国华人卫视 法国华人卫视于2015年正式开播 以中法两语传播 着眼中国 立足法国 辐射欧洲 电视台24小时持续播出 包含了新闻资讯 专题片 纪录片 娱乐 访谈 电影 电视剧等栏目 在这里我们欢迎大家 点击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同时格外提醒大家 点击关注旁的订阅提醒小铃铛 就可以随时随地掌握 法国华人卫视的最新资讯 法国华人卫视 期待您的关注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法国华人卫视 聚焦时刻 后疫情时期 新生活模式专题系列节目 我是主持人王璐 首先我们来看法国的最新数据信息 截至10号下午 法国新冠肺炎确诊患者达到 278万3256例 24小时内新增 15944例 病亡患者攻击 6万7750例 增加151例 截至北京时间 2021年1月11号 新冠肺炎海外国家 现存确诊病例 2530万4703例 累计确诊9069万5234例 累计死亡193万8810例 累计治愈3246万1721例 其中新冠肺炎 累计确诊数量最多的三个国家 分别为美国 累计确诊病例为 2291万7334例 累计死亡38万3275例 昨日新增确诊21万3453例 印度累计确诊1046万6595例 累计死亡15万1160例 巴西累计确诊810万5790例 死亡20万3100例 其余疫情较严重的国家 还有俄罗斯 英国 法国 土耳其等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截至发稿前来自国家级 各省市地区卫健委的数据信息 截至北京时间 2021年1月11号 全国韩港澳台地区 现有确诊病例1425例 肺炎造成累计死亡人数4799人 累计治愈91491人